今天来说一个老话题 京剧为什么会衰落 我比较信服作家学者阿诚的分析 他说问题的关键不是京剧从业者的精神和能力的问题 一种人文形态的兴和衰 决定性的作用不在于内部 而是产生它的生活方式还在不在 遥想青乾隆55年 也就是1790年 三庆徽班首闯京师 中间经历了一个乾隆死掉之后的27个月过丧 到十几年后的嘉庆中业 从四大徽班发展起来的十几个徽班 完成了一次对之前在北京流传的 昆腔 京腔和琴腔的整合 又经过连续的吸收转化和发展 创出来了新的唱法 以西皮和二黄为主要旋律 所以当时也叫皮黄班 内行的说法是板腔体 它和昆曲代表的曲牌体相对 京剧的念白 也就是常说的韵白 也是一种复合产物 是在湖北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早已经不是哪里的方言了 反正京剧演员是拿到本子就会念 念得一扬顿错 起落坑腔 内行的说法是胡广音加上中周韵 声调比普通话丰富的多 有入声和尖团字上口音 不过我听一位学戏曲文学专业的朋友说 现在教戏曲剧本写作 已经不讲究那么多了 能对得上四声和十三道折口就能凑合 因为写出来也不太有机会上演 总之呢 京剧 据说这个称谓是最早建于光绪二年 因为它在清代的包容性和创新性 把灰班焊掉的上千个剧目 把好听好学的皮黄生腔 以及文武行当齐全的观看体验 都给拿了过来 一下子就成了清中期以后 最受上层和民众欢迎的剧种 其他剧种的艺人也纷纷加入了灰班 再加上他自身的科班培养机制 历经了咸丰同志和光绪三朝以后 出现了经常进宫供奉的同光十三绝 这十三位戏曲先驱 以据说是曾被咸丰赏赐过六品顶带的老生太斗 程长庚为首 一共有十一名京剧艺人和两名昆曲艺人 其中包括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 我们回顾这个京剧的一时之盛 意思是有皇家的倡导 民间的追捧 京剧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按照阿诚的分析 满清对于本族子弟的戒律是比较严的 八旗子弟不能经商 每月领的响银够温饱 够提供驾鸟和听个戏 再喝个花茶 至于驾鹰走狗古董自画 那就不是一般的八旗子弟有能力消费的了 所以听戏就成了他们最普遍的娱乐 再加上他们有闲 按照朝廷的规定 他们是只许闲着的 才智和学问都没有地方发泄 社会上就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专业听众 这些专业听众监督和检查 是京剧的演出质量 所以京剧的艺术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 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 他怎么会不繁荣呢 所以阿诚说 京剧在百年前 就是都市人一般的一种世俗生活方式 谁有能力恢复一种逝去的世俗生活方式呢 可是按照这个思路 那京剧就应该在清朝灭亡之后开始衰落 为什么事实又不是这样 我翻译一本中国灵人家族文化研究 这是本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黎元世家的书 里面显示出了另外一些新兴的生活方式 最直接的角度就是看京剧演员的收入 清末时候到大户人家唱堂会 收入是几十两银子到一二百两 可是进入民国以后 由于新贵们百阔豆腐的生活 出一次堂会几乎可以赚到原来的十倍 光是这笔收入对于行业的支撑就不可小觑 解放以后 京剧虽然得到了国家的扶持 但是和他匹配的旧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了 所以不是说把那一代京剧大师的表演艺术 完整的传下来就可以挽救了 这可能就是茶馆里的那句台词 死马不能再活 而活马早晚得死 是势在必行 那么京剧除了在舞台上和学院里被保护起来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里 还可能有什么更积极的存在形式吗 我有一个猜测 像京若一样的存在 我第一次听到京若这个海洋景象的时候 就被迷倒了 盼着能有一个巨大美丽的景象 和它搭配成一个比喻 按照知乎上喵鱼匠的问答和公众号 英国那些事的文章来综合 京若这种现象的形成条件是相当苛刻的 必须是体量足够大的鲸鱼 此后下落到了深度超过1000米以下的海底 才能实现 鲸鱼的庞大躯体 会为附近的海底带来长达百年的繁荣时代 在开头的两年底 会有鲨鱼甲鞘类的生物 吃掉鲸鱼尸体上的柔软组织 然后开始有无脊椎动物 以鲸鱼尸体作为棄居地 传送接代 鲸鱼的脂肪 在海水里分解产生的硫化氢 会为一些微生物提供能量 而鲸鱼的矿物遗骸 会继续成为生物的居住地 根据海洋学家的统计 海底世界有上万个生物体 依靠着鲸鲁来生存 在生物学的描述里 鲸鲁完成了海洋上层的有机物质 向中下层的传输 促进了新生物种的产生 按我们带有感情色彩的观想 鲸鱼是把从海洋里获得的养育 归还给了海洋 又养育了无数微小的生物 它加入了生命的循环 并没有就此从世上消失 人类历史上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 系统庞大的文化体系 在丧失了它的生存环境以后 也会进入到自然分解的状态 继续微妙的影响和养育后人的生活 比如很多观众抱怨 现在的演员是戴上假发 就去演古装戏 为什么举手投足全都不对劲 我们翻出来几十年前的电视剧来对照 发现当年演古装戏的演员 都是学过戏曲的 好的精具演员在台上 每一个动作结下图来 那都像雕塑一样形态完美 而我们这些不经训练就上台的人 则是站没站想 坐没坐想 内行话叫没有范儿 京剧的台下十年功 就是这么一个细节 一个细节磨出来的 我们就说做一个伸出手指的小手势 像文生一类的人物 是斜上方45度伸出一只食指 这显得儒雅 武将是并排伸出食指和中指两根手指 这样才显得威风 他们每一个伸掌和握拳的动作 都有一定之规 在京剧表演的早期 淡绝的手是藏在水秀里的 从通光十三角的石小福开始 为了增加舞台上的表现力 开始为轻衣添加手势 也就是今天说的兰花指 因为它模仿的形态是盛开的兰花 到了梅兰芳手里 通过研究古代的造像绘画 创造出来的手势能总结出53种来 可以表达各种细腻的情绪 让听不懂唱词的外国观众也能体会 每一个手势还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像语润 土蕊 居云 成禄 翻帘 现在的人不用完整的学权 拍视频的时候借用一点姿态上的皮毛 也省了重新设计动作了 我们都知道可以从京剧的服装上获取灵感 陈凯歌在2005年拍《无极》的时候 就有这个迹象 大将鲜红的铠甲 好像是戏台上木贵英传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转化 其实更值得学的是京剧服装的拆分能力 和通俗的象征性 首先 京剧的服装和京剧表演一样是城市化的 甚至可以说是魔术化标准化的 可以运算和组合 京剧服装的款式是以明桃的服饰为基准 按照剧中人身份 分成蟒 批 就是凤冠侠批的批 靠 折 一 这么五类 帝王将相和后妃穿的是蟒袍 富贵人物穿的是批 武将穿靠 平头老百姓穿折 其他的服装统称为一 所以戏班不用按照美术剧单独做行动 只要置办一组统一的衣乡 按照行当里的规矩 在大衣乡师傅的调度下 根据人物的具体情况相应的组合起来 办上就可以了 戏班里有句话叫 宁穿破 不穿错 在这个统一和灵活的调用之下 可以把视觉效果和材质 做到相当华贵的地步 咱们就拿蟒袍来说 主要有十种颜色 扇武色叫红 青 黄 白 黑 当然对应的就是金木水火土色五行 这是传统服装的通用语言 下武色是紫 粉 蓝 胡 香 香是接近古虫色的黄色 蟒袍的不同颜色 对应着不同的人物性格 比如穿黑蟒的是粗犷的人物 像张飞 玉职靖德 穿白蟒的是年轻英俊的人物 比如周瑜和赵云 蟒袍上的龙纹主要分三类 正面团龙的表示尊贵 端正 是刘备这类角色穿的 横向的行龙表示矫健和威武 是孙权穿的 而像下山虎那样的大龙纹样 表示是霸道 是曹操和董卓穿的 至于武将穿的靠 颜色是和脸谱一致 款式上的主要区别是 背上扎四面三角旗的时候 叫大靠 表示武将全副武装进入战斗了 而不扎旗子的叫软靠 表示的是非战争状态 或者是老将 这套丰富的表达语言是明确的 人物一出场就看得出 他的善恶性格和状态这些设定来 像蟒袍和靠上刺绣的海水江牙 八宝 八吉祥这些文样的寓意 也都是老百姓一看就明白的 怎么区分具体的人物呢 像楚霸王 关公舟舱这一类人物 都有专用形式的靠 另外还可以在不同的盔 帽和道具上看出区别来 比如帆帮或者北方的武将 会带灵子和虎尾 规划过产品设计的人 已经能够清楚的感受到 这是一套清晰实用的逻辑了 我们今天可以把精具的细节 拿过来就用的基础是 它在美感 大众接受度和实用性上 都经过了长期的验证 比如说大靠上 那四面三角形的靠旗就有二十个零架 每面旗还都有颜色各异的飘带 演员做表示初登整理容装的 起霸这个舞蹈动作的时候 旗和飘带会随着动作一起飘动 那么为什么非得是四面旗 非得是三角形呢 有人早就试过其他方案了 比如把旗子换成了八面 据说是为了讨大将军八面威风的口彩 结果那样的重量就不动作起来了 人站在台上会往后仰 老生太斗马连良 有一次演临通山里的李渊 为了标新立意 按照史料记载 新做了一身黄色的大靠 还做了四方形的靠旗 结果他的首演就失败在了这旗子上 四方形的旗 舞动起来半径太大了 让同台的演员不敢靠近 为什么他们没有早发现呢 我们之前聊郭宝昌的新书的时候说过 京剧因为有高度的城市化 艺术纯属的演员 是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就台上见的 不需要彩排 当时还有人写文章挖口马连良 说你本来都不擅长靠靠 脚下没有根 还不知道藏桌瞎抖什么机灵 其实试一试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前人已经替我们试过了的话 我们就不用总重新去试了 很多时候与其胡思乱想 不如去查一查旧档案 如果这个创意不是基于全新的观念 那很可能前面已经有人试过了 京剧曾经在一两百年里 汇聚起了这么多的材质 创造力和美感 凝结着如此生动 实用 有机的养分 如果只摆在玻璃柜子里供人瞻养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当它落到了时代的海底 我们就看谁能用今天的方法 来解读和吸收这份养分